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杨风 美国总统川普 前几天在周日的时候 在他的推特上发文说 他要将在去年九月份所宣布实施的 针对中国总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货物 从原来加征10%的关税 调高到25% 这个消息已经宣布 亚太股市立刻就大跌 第二天,美国的股市也是以下跌收场 总的来说 美国这星期的股市 都是在震荡下跌的格局 之前有传言说 美国与中国这几个月来的贸易协商 有可能会在美国的越南阵亡战事纪念日的时候签订 今天又有新的传言 主要是川普他自己说的 他说 美国与中国还是有可能在这星期五签订贸易协议 达成一个协议 是否这个说实是因为 川普他受到美国股市下跌的压力 他想要安抚美国股市 另外川普他也说了 他受到习近平的来信 他认为说在这星期五也就是明天 美中之间还是有可能达成贸易协议的 今天的重点就来分析说 川普他这个说法 他的用意是什么 是不是极限施压的一种谈判的手段 另外川普他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 而他对美国股市的影响 甚至全球的股市 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最后就是说中方会不会屈服接受美国的条件 尤其是习近平这封信是不是认手的表现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分析 在分析之前想跟各位致歉一下 这一两个月由于咳嗽的关系 没有办法录制节目跟大家致歉 我们先来看看川普他的说法 其实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就是说 川普说在过去的十个月 针对中国进口货物 20%的加征的关税是在500亿美元上面 另外又有10%是在2000亿美元 我们帮他算一算 这大概有差不多200多亿美元 我们就当成是200亿元好了 按照川普他推特的说法 他说这些是额外的收入 我们有这样的收入 并且并没有造成美国消费物价上涨的压力 他说对物价上涨 物价的成本 它的影响非常的微小 所以川普他非常的得意 在川普上这样说 因为美国政府多收了钱 又不影响消费者物价 所以他认为这个成效非常好 同时又给中国很大的压力 而川普他说法的第一个要点是说 美中贸易还有剩下了3,250亿美元 这个数字是从2017年的数据得来的 川普说很快的 我们也会把它调高到增加25%的关税 所以总的来讲 这番的说辞 是不是另外一次的极限施压的手段 我们再看一看 川普的说法是不是正确 因为他说对物价的影响很小 我们看一看 当调高关税的时候 这个成本是由谁来承担 是由谁来买单 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说 这是由中国的出口商来买单 来承担这个关税的额外的成本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说 这是由美国的中间商 最后就是美国的消费者 由他们来承担这个关税上涨的这个成本 来由消费者来买单 我们从过去几个月 美国通货膨胀的数据来看 的确美国的通货膨胀上涨并不多 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所加征的关税 对物价的上涨真的影响不大 所以川普他并没有乱说 他并没有说错 按照川普的逻辑 他真对剩下的3254亿美元的进口户 又增加关税25% 又再调高原来2000亿美元 再调高到25% 是不是真的就依他的理论来讲 他的论点来说 对物价不会有什么上涨 同时又可以惩罚中国 这一套方式是不是可以继续下去呢 风银天下认为说没有那么简单 他很有可能真的会推升美国的物价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之前500亿美元加征25%的关税 主要是针对中国的电子产品 再来所谓2000亿美元也只加了10%的关税 如果真的把它调高到25% 再加上剩下的3251美元 也加增25%的关税 注意这3251美元主要是在民生产品这方面 一旦你调高了增加了25% 民生产品是对物价 他的反应是很灵敏的 一旦调高了 很有可能就会造成美国民生产品的价格的上涨 所以说风银天下认为不会像川普他所认为这样简单 惩罚中国的关税完全是对美国有利 并且不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 也不会影响美国的股市 我们认为这是存疑的 其实美国的算盘他是打得很精 美国他先试着加增关税 然后一边来观察 到底对美国的物价有什么样的上涨的压力 他对经济的增长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股市的影响又是如何 其实川普他是很精算的 按照这个精算的方式 川普是一步步的来施加压力 一步步来调整 一边观察 这就让我想到邓小平他说的那句话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就是先走一步再试着下一步 所以川普是采用这样的手法 我们待会会再说这一点 第二个我们来看看 川普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点 在我们分析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过去几个月有关美中贸易协商 美国是怎么说的 然后中国是怎么说的 然后川普他又是怎么说的 在过去的几个月 中国的说法就相对的是简单 因为中国说的没有那么多 但大致上可以归结于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中国是有诚意跟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 第二就是说 中国认为两国的贸易协商不是一面倒的 不是说听任一方的极限施压 而是对等的 并且是要让双方都能够得利的 这主要是中国的说法 然后美国这方面就不一样了 美国这方面 其实他最主要的还是川普的说法 川普他在推特上不断的发文 不断的在说 但是可以归纳三个主要的论点 第一个就说 我们跟中国的协商气氛良好 第二个就说 川普说中国是会让步的 第三个 当谈判一直在进行的时候 川普他就说了 我们要给中国一些时间 好 因为毕竟要改革改进 要改变是不容易的 我们给他多一些时间 当然当中 川普也少不了给中国一些指责 说中国改进的不多 让步的不够 但是我们注意 川普他发推特的时间 他的时间点都抓得很好 其实美国股市从去年的十月份 就开始下跌 一直持续到 在圣诞节前夕也都是下跌的 这让美国人很紧张 川普他当时就立刻的表示 他跟习近平通过电话 美中两国已经有很好的气氛 要在未来的90天 要协商这个新的贸易协议 并且双方都有诚意 就这样 美国的股市从1月开始 就是节节升高 一直到前两个星期 美国的股市已经回到了去年的高点 那么在这次的时间点上 福尼天下也是认为说川普他时间点抓得非常的精准 并且他要想利用这些时间点 并且他要也是他另外一种极限施压的一种手段 我们的证据就是说 他跟以前一样 好比说就在5月7号的时候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对台 对台湾的保证法 还有重新确认美国对台 以及对台执行台湾关系法的承诺 这是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决议案 川普今天也扬言 他说中国是中国他撕毁了 之前与美国的协商的一些承诺 这几天川普他几乎每天发推特 甚至不惜背负了股市下跌的这个风险 其实他就是要给中国压力 第三个我们来看看 对股市会有什么一样的影响 这几天有一些朋友 他问我说 到底这会不会是股市的一番的大跌 也有人说 中国不可能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有些人也会说 到底川普他这次用意是什么 其实这几天 美国股市的空头已经在蠢蠢欲动了 我们打个举个例子 美国的新债券王 他就说这是熊市的开始 他建议投资人持有现金 有不少的分析是已经鼓吹了 说这是美国辞来的一个调整 辞来的熊市 毕竟我们刚刚也说过 这一次的牛市 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牛市 我们就简单的说几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个 川普选择的这个时间点 要是我是他的话 也有可能这么做 主要说现在是股市的高点 股市已经回复到去年的高点 因为股市他不可能一直的上涨 他总是会有起起伏伏上上下下 而川普他是想要连任总统的 他已经宣布了他要连任总统 所以他会一直与美国的股市表现 一直共生下去 直到明年的总统大选 所以现在如果股市他下跌一些 是有利于以后上升的 有利于以后股市的拉抬 第二个 川普他可以说是这几十年来 美国总统之中 对股市最友好的一位总统 也是最在乎股市表现的一位总统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 因为在过去的两年来 川普总是说美国股市的上涨 就是因为他的经济政策 对他的施政得当 这是他的施政成绩的结果 他一直用这样的说法 所以按照这个推论的话 川普他不会放任股市的一直的下跌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股市他不会一直的上涨 如果要维持股市的整体的上涨 那么股市就应该要有上上下下 这是唯一的方法 因为他不可能一路上涨 一路上涨 最后他的风险是会非常的大 只要说川普能够让股市整体上 他是上涨了 这样就有利于他的连任 总结的说 风云天下认为说 投资人可能不用过度的担心 虽然说这几天都是一直在盘整 震荡下跌的格局 但是我们看看 除了星期二的大跌之外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这几天 虽然说开盘是下跌了 但是他最终都是回升了 都减缓了他的跌幅 所以风云天下认为说 川普为了他自己的连任 他不会轻易的让股市就这么的下跌下去 所以说他这一周他的说法 极有可能就是他极限施压的一种方法 是他的一个手段 当然啦 同志们还是要注意 因为毕竟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牛市 必须要谨慎小心 像我个人就是 我只是其中我的一个部分 一个部位操作而已 我并不是完全的把所有资金都投资进去 只是说部分的资金在股市上 因为不能够离开股市 你要么就是做多 要么就是做空 这两种 所以我们来看看 中国将会如何的应对 我们在过去的视频 我们有提过说 中国他是愿意花钱消灾的 就一如既往 美国一生气 他们就派出代表团 去采买美国的产品 多买美国的服务 多买美国的产品 但是我们也有视频提到说 这一次中国无法消灾 花钱消灾了事 这些预测都应验了 当然我们也有视频 曾经预测过 美中贸易战 它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至少会有一年 会有一年的时间 这个也应验了 我们这个说法 是在去年八九月的时候提出来的 当时正好是川普他扬言 要针对中国总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 货物加征25%的关税 当时有不少大V的视频 在做这样的预测 甚至有一些专业的电视节目 他们说美中贸易战 很快的就会结束了 他们认为说不要被这新的 25%的加征关税所迷惑了 他们认为很快的就会结束 最后证明了 他们这个说法其实是无稽之谈 当然我们也说过在去年 也就是去年九月的时候 我们认为说 中国愿意让步的 中国愿意在所谓的零关税 零障碍 还有零补贴上面让步 甚至于中国会在金融开放 还有所谓的美国债库的 技术转让这方面做改进 但同时我们也说了 中国他会坚持自己的时间 和自己的步伐 这一点中国不会轻易的让步 有关美中贸易战的发展 风云天下会在往后的节目当中 会做进一步的解说和探讨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也请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风云天下论风云 古今中恒 台古今 祝福大家 下期再会